在这节我们要来计算标准差 而且我们关心的是怎样 数据调整对标准差的影响 首先呢我们先回顾一下标准差的计算 第一步呢就是要先找出平均 那像这个资料呢它的平均会是3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去看离差 就是每个数先减平均 它比较到-2-1-0-1-2 那接下来就是变异数就是离差的平方的平均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平方就变成41014 然后的平均得到的是这个2 那标准差是这个开根号就是根号2 那我们可以以后养成一个习惯稍微注意一下 就说哪些数位在一个标准差内呢 其实是这几个数位在一个标准差内 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笔资料 第二笔资料跟地笔资料最大的不同就是说 其实它是每一个都加2 要练习去看关系 看关系是这个很重要的训练 这样加2之后呢 其实平均也跟着加2 所以这里的资料平均就变成是5 那可是你两个都加 那其实在离差 这里有加2 这里有加2 所以在离差的效果呢 其实就是加2会不见 所以这边还是一样-2-1-0-1-2 那既然离差一样 所以变异数当然会一样 那所以标准差也会一样 所以这边要知道这两个 在加2的时候 这两个其实是对标准差没有影响的 所以这里我们就做一个小摘要 就是说资料的平移对平均会有影响 但对标准差没有影响 对变异数也没影响 那接下来第三个跟第一个比较 它其实是什么 每个都放大两倍 都是12345 就是24680 其实平均也跟着放大两倍 这边就是6 那你这时候放大两倍 2-6就是-4 所以这是-2 所以要注意到 我的离差呢 离差也跟着放大了两倍 这样子你再把它拿来做变异数 好这边这个的平方就变成1640416 好然后再平均就会得到这个8 所以呢我们要看到什么 我们要看到这里是乘4 好4是哪里来的 4是这个乘2 但是因为透过平方所以变成乘4 好那如果我们再把它开根号呢 就变成两倍根号2 所以这里会是怎样 这里会是乘2 所以这里我们的结论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们把它同乘一个数 那感觉呢就是会怎样 会跟着这个放大 所以简单说 资料的说放对平均会有影响 对标准差也有影响 但它的影响是怎样呢 这边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的 就是说在第一个里面 加V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每个都是加一个数 那标准差其实还是不变 每个都乘A呢 标准差 并不是A乘Sigma 是A的绝对值乘Sigma 这是考试很喜欢 出的一个小陷阱 因为怎样呢 因为标准差 其实透过平方 那负的效果 都会不见 所以这节要掌握到 标准差的计算方式 要熟悉 就是减平均 这边离差 离差的平方的平均的 开根号 这很啰嗦 另外就是这个调整的影响 要掌握到 好 好 好